其实应该说产业资本扩张 它对于制度的这个要求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那大多数接受产业扩张的这些后发国家 几乎都是自觉不自觉的 按照产业转移国家的要求来改变自己本国的制度 但只要是认真这样做的国家都会遭受巨大的代价 随着工业化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的发展的趋势 那产业资本扩张自有它内在的逻辑 首先是实行重商主义乃至于闭关锁割 利用殖民地掠夺的资源来发展本土的民族工业 积累它的产业优势之后 再实行门户开放或者强迫他国开放市场 这是美国的做法 那大多数这些工业化国家都是通过对外贸易来占有国际市场 如果国内的生产成本高 比如劳动力价格提高 环境保护的要求增加 劳资矛盾演化成对抗性冲突 当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 都会导致他们的产业利润下降 这时候呢 这些工业化国家作为宗主国 就对他们的殖民地或者是解职后形成的新兴国家 转移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 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债权国 他们同时保留了产业链能够控制高端产业的环节和技术专利 也就是说技术的控制和高端环节的控制 仍然留在这些宗主国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同时还伴随着的是军事扩张努力威慑 辅制以文化教育的禁营 以及制度转轨的这个说教 以债权国的身份 要求所有的债务国 按照他需要的制度 来安排后发国家的制度 所以从这个演变过程看呢 其实应该说产业资本扩张 他对于制度的这个要求 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那大多数接受产业扩张的这些后发国家 几乎都是自觉不自觉的 按照产业转移国家的要求 来改变自己本国的制度 但只要是认真这样做的国家 都会遭受巨大的代价 那我们再看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 美国是如何通过债务来控制南方国家的 为什么南方国家会说 我不欠你的 我不还你 那当时的口号呢 叫做Don't owe not pay 90年代世界全球南方的社会运动的时候 到处看到这个口号 我不欠你的我干嘛要还你呢 这是债务国代表全球南方喊出的口号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在战后 通过美国所控制的这些IMF世界银行等等 向南方国家提供贷款 同时要求南方国家做制度转轨 他要求债务国压低劳动力工资 削减政府的公共投资 那当这个这些债务国国内资本无法完成积累 国内市场也无法建立 那这种情况下就会越来越穷陷入到债务陷阱 而债权国呢 则通过压低对方的资源价格和劳动力工资价格 获得了超额利润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进入债务陷阱 所以就迫使他不得把自己的资产价格压低 那于是我土地啊 矿产资源呢 公共设施啊 包括水权呢 等等都被债权人推进私有化 那当债权人这个这个要求债务国实行更为严苛的紧缩政策的时候 那他实际上等于掌控了这些债务国的经济发展和规划的权利 那在债权国获得了超额的收益之后 就开始把他的收益转移到境外 那债务国呢 因为没有资本收益也没有贸易应于 于是乎呢 本币的价格大幅下跌 要汇率 就严重的 这个滑落 那进一步呢 使得本国的资产价格下跌 劳动力价格下跌 于是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所以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等于债权国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益 所以呢 才有债务国的社会运动喊出的口号 我并不欠你的 你已经拿走了太多 据专门研究债务问题的 麦克尔哈斯尔教授 他所提供的数据 像巴西和阿根廷这样的拉美国家 在1990年以前 他们所积累的美元债务 支付了非常高的利率 一共支付了高达45%的年利率 那债务本金呢 很多地方都还不上 于是我就形成南北方之间 在债权债务问题上 长期发生的对抗性冲突 全球南方的形成 是接受这个产业转移 同时接受资本输出国的制度转移 有相当多的解质运动 都是殖民者的后裔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直二代 殖民者后裔推进和领导的 所以他们主动的或被动的 保留了宗主国留在这的制度 也因此导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 长期以来构成对抗性冲突 那我们再看 先发国家的产业转移中 他们同步输出的制度 恰恰对南方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 构成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 那就是全球南方 无论怎样改 试图改变自己本国的制度 都很难有根本的调整 因为在这些制度上 已经对后续的这个制度演变 形成了路径依赖 他们把先发国家 就是那些资本输出国 把他们的制度当成先进 而把自己的制度当成落后 后发国家的建设成本 特别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成本过高 这在世界上是一个普遍现象